这是一份公有住房买卖合同 正本 原件 公有住房买卖合同 出售人 上海电机厂 代理人 上海电机厂 生活后勤处 购房人 张凤奇 身份证号码 310112 193407110023 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同意将坐落于上海市缅航区 必将接到冰川路416弄 3号3020房屋 出售给乙方 乙方同意在签订合同后 于1994年12月 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免行支行交纳以下款项和金额 1994年12月15日 这个身份证号码是刘玉芬的身份证号码 这是一份房屋所有权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为保护房屋所有权人合法权益 对所有权人申请登记的本证所列房屋 经审查属实特发辞证 阿正机关上海市房产管理局 所有权人张凤奇所有权性质私有 房屋坐落米航区冰川路416弄3号 3020 填发机关上海市米航区房产管理局 填发日期1995年2月14日 3020公房1994年12月15日 购买为已购公有住房 1995年2月14日被张凤奇转为私有 登记在自己名下 1994年12月15日同住人刘玉芬 1995年产权人张凤奇 2010年11月29日 张凤奇是拿着他这份房屋所有权证 与张饶萱签订了上海市房屋买卖合同 特别告知原职工已购 公有住房上市出售的 参加房改购房时的同住成年人 应在合同附件五相关关系内表示同意出售 并签字盖章 应故无法在合同内签字盖章的 应出具同意出售的其他证明 房地产权证内的权利人将房地产出售前应预期配偶协商一致 出售后配偶再提出疑议的 由权利人承担法律责任 N20房屋所有权证 1995年2月14日 已经被张凤奇登记在自己名下 所有权性质私有 并于2010年11月29日 卖给张饶萱 正如2017年张凤奇提起离婚诉讼案时 供诉承认卖冰川路房屋 没有告诉刘玉芬 因为冰川路房屋是我单位分给我个人的 没有必要告诉刘玉芬 我不愿意把3020的份额分给刘玉芬一半 告代理张群 冰川路房屋和东北房屋都不属实 冰川路房屋是原告离休时单位增配给个人的 2010年 原告将该房屋卖给了我哥哥张景春 我哥哥是买给他儿子张饶萱的 东北的房屋在原被告婚前是使用全房 80年被告要到上海 房屋要还给国家了 所以我哥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房屋留下 房改的时候 我哥哥自己花钱买下了产权 现在该房屋登记在张景春名下 关于蓝平路房屋 不是被告殿孝芬的个人房屋 而是把原告 殿基新春269号一楼的一套房屋收回去后 再分配了现在蓝平路房屋 蓝平路房屋房改时的费用 都是由我父亲个人出资 公有住房买卖合同 购房人张凤奇 身份证号码 10112-1934-0711-0023 刘玉芬身份证 购买公有住房委托书 户口簿 副主张凤奇 7刘玉芬 20-1992年登记簿 合同一试四份 购房发票 刘玉芬把这本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正本原件 一直拿在手上 但是房子却没有了 张凤奇没有这本公有住房买卖合同原件 怎么就能够把房子卖给她的孙子张饶萱呢 刘玉芬也没有签字画押 怎么就能够过上海闽航房管所呢 刘玉芬于2020年7月13日 向上海市闽航区人民法院提交 诉讼请求 一 依法判令案外人张凤奇与张饶萱签订的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合同编号1148352无效 并将房屋恢复登记在张凤奇名下 刑审法官张安健 判 本院认为 刘玉芬虽然未能登记在原房产登记簿上 但3020是张凤奇单位分配的公有住房 刑在刘玉芬与张凤奇婚姻存续期间取得 现无证据证明刑张凤奇的个人财产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从前案查明的事实来看 刘玉芬与张凤奇一直共同生活在1020至2017年 2017年3月之后才分居 结合张饶萱的户籍从2013年从1020签至3020分户 对签户籍仪式 刘玉芬未给出合理的解释 刘玉芬称在2017年离婚诉讼时才知道 3020房屋出售给张饶萱不符合常理 而1020房屋却如张群张靖所述 其放弃了1020的产权 权力人登记为刘玉芬张凤奇张群张靖陈述 以放弃1020来换取刘玉芬 即子女一方同意将3020出售给张饶萱 并且刘玉芬知晓出售3020房屋具有高度的可能性 5.再从证据要求来看 刘玉芬主张张凤奇与张饶萱恶意串通 其在2017年才知晓3020房屋出售的事实 进而主张本案诉讼 不仅无法让本院形成内心确信 更达不到民宿法及司法法律规定的证据标准 终上刘玉芬主张难以成立 本院不予支持 3020产权人刘玉芬 不服上海市米航区人民法院一审法官的判决 刘玉芬有一份证明文件 可以证明 张凤奇在出售3020房屋 他的孙子张饶萱的时候 遇到了种种困难 他没有公由住房买卖合同正本 没有同住人刘玉芬签名 他是怎么过的上海市闽航区房地产局审核登记 并且通过的呢 3020出售给张饶萱 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是找刘玉芬商量了吗 权利人登记人张凤奇一人 道 张凤奇把房子卖给他的孙子张饶萱 确如张群张静所述 使放弃1020产权 权利人登记为张凤奇 刘玉芬 张群张静陈述 以放弃1020 换取刘玉芬 及子女一方同意 将3020出售给张饶萱 是事实吗 这份证明文件全是了 张凤奇把3020卖给张饶萱的全部过程 张凤奇与张饶萱签订的买卖合同 时间 2010年11月29日 证明 自由我公司离休干部张凤奇同志 原冰川路416弄3号3020 登记时身份证号码错误 其本人身份证号码 应为310112193312220019 特此证明 上海电气集团 上海电机厂 这份证明 证明张凤奇是通过这份证明 把刘玉芬的身份证 变成张凤奇的身份证 欺骗国家机关 把3020卖给孙子张饶萱 一审法官张安健认定的张群张静 陈述已放弃1020换取刘一芬 及子女一方同意 将3020出售给张饶萱 自虚乌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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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